各位同学们,大家好,第一次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尝试在1.3速率与速度的课题里有些学习 大家预备好工作址,我一直讲解的时候 你可以跟着做预测题 首先,我们之前讲了距离是一个标量,而位移是一个似量 它们的分别就是距离只有一个量值,没有方向 而位移是有量值,也有方向 今天我们就讲两个主要的词,一个叫速率 速率就是与距离有关的 一个物体,一个行走的距离 随意,随意它所用的一个时间,所需用的时间 就叫做速率 由于距离是一个标量 所以速率也是一个标量 只有量值,没有方向 但是另一个词语 速度 速度 速度就是与距离相关 由于距离是一个次量 我们要调整个方向 我们要调整个方向 所以速度也是有方向 有量值 它是一个次量 速率或速度的单位 其实都是一样的 因为距离 我们是用米来作为它的单位 时间就是秒 用分数去表达米 over 有一个再简单的写法 就会是这样的 mx-1 就是表示每秒所行的距离是多少米 由于位移的单位都是m 所以速度的单位都一样 mx-1 分别就是速率就是只有量值,没有方向 速度有量值,有方向 速率是一个短短时间内的速率 叫做迅时速率 而速度也有所谓的迅时速度 如果我们说在道路上交通管制 那些车辆的时速限制 是说迅时速率的限制 因为任何一个迅时 只要超过限制 它都是触犯法例的 好 还有一个前语 叫做 平均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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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记得 总位移 我们只需要计终点和起点之间的直线距离 所以如果我们计平均速度 我们都只需要计终点和起点的直线距离 即是说总位移 除了用了的时间就可以了 无需理会中间行走路径 是怎样兜圈的 好 那 最后一个在这里和大家讲解的词汇 就是叫做 这个坤云的云 云速 云动 即是说 它整的过程里面 它的速度都是很坤云 什么为之速度坤云呢 就是方向和快慢都是保持不变的 是以一个固定方向 一个行速率的一个运动 我们就会叫做运速运动 好 今天讲解到这里 再见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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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